1973年4月12日,鄧小平出現人民大會堂宴會廳,向全世界顯示,鄧小平已經重返中國政治舞台。 沒多久,中國官方傳媒稱呼鄧小平的職涵系國務院副總理。 鄧小平復出沒多久,中共中央籌備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,簡稱十大。 十大在1973年8月24日,在北京開幕。 在籌備十大的過程中,毛澤東分別將上海市委書記黃鴻文,湖南省委書記華國鋒調入北京, 再加上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,列席政治局會議。 十大的重要文件,由張春橋、姚文元以及黃鴻文負責起草, 經中央政治局討論,將毛澤東審閱批示。 黨將修改小組由黃鴻文負責。 政績開會的時候,大會議程有三項。 第一,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。 第二,黃鴻文代表中央委員會作關於修改黨章報告, 並向大會提出中國共產黨黨章草案。 第三,選舉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。 當然,在文革派的操縱之下,政治報告的重心放在批判林彪, 堅持無產階級專政,繼續文化大革命等方面。 修改黨章主要是刪除九大黨章之中有關林彪的部分, 並且加入要在群眾鬥爭中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。 至於人事安排,關乎日後政治權力的分配更加惹人注目。 8月30日舉行的一中全會之中,選舉中央領導機構, 毛澤東仍然擔任黨主席。 而副主席是周恩來、黃鴻文、康生、葉劍英、李德生吳偉。 中央政治局委員除了以上六個人之外, 還有,韋國青、劉百成、江青、朱德、許世友、華國鋒、 紀登輝、吳德、汪東慶、陳永貴、陳錫聯、李仙艷、張春橋、 姚文元、董必武21位。其中,毛澤東、黃鴻文、葉劍英、朱德、李德生、 張春橋、周恩來、康生、董必武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。 剛復出的鄧小平,只是中央委員。 歡迎大家再次收聽《晨週五十年》。 在這裡有麥敬生和張偉果。 大家好。 之前我們在文革這個課題上花了相當的時間。 也開始提到鄧小平復出和一個完全新的政治氣象。 但是在這個處境下,有一件重要的政治事件。 也可以說是文革中的一個比較重要的轉接點, 就是在1973年8月舉行的中共十大。 是呀,第十屆的全國代表大會。 而這次會議,其實背後的政治氣氛看似很鬆, 但其實是很緊的。 固然,林彪一眾已經叫做樹倒胡宣散。 是呀。 但問題是左極力量和回朝的務實派, 其實暗淚的角力是多嚴重。 現在已經處於一個大家互相爭持著, 究竟中國政局的未來動向是由哪一方面的人主導呢? 這個狀態已經很逐漸明顯了。 而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行動呢? 很明顯就是毛澤東希望平衡文革派和回朝派之間的矛盾的關係。 希望呢,營造一個所謂的大家互相協調的氣氛。 即是俗稱為擺平兩方面的勢力。 而呢,在這個十次的人大裡面呢, 所安排的人事佈局呢, 都是文革派佔了一部分。 而這個所謂的回朝派,即是舊的幹部派系, 也是佔了一部分。 在兩部分的人所謂的同心合力的合作底下, 是要維持毛澤東所期望的文化大革命那種狀態, 是要維持下去,繼續下去。 其實那個現象其實都幾特別的, 因為一方面來看, 毛澤東固然不可以否定文革之前所做的那種事情。 但是他亦都開始領會到那個極左的力量, 其實都是要防的一件事。 是啊,因為他知道, 如果要用極左的勢力, 即是所謂文革派的人執政的話, 中國有很多的所謂問題都沒有辦法解決。 尤其是在經濟,尤其是社會秩序, 尤其是外交方面, 這些範疇, 其實都是文革派沒有辦法可以收拾殘局的。 中國要收拾殘局, 即是經濟要搞好, 國際民生要重新恢復秩序, 而在外交上要有進取。 這樣的情況之下, 必須要重用一些舊幹部的勢力, 尤其是以周恩來為首的舊勢力。 但是與此同時, 如果他要糾正這個左, 走得過分的頭, 也可能觸及另一群人的力量。 也與此同時, 使自己陷入一個挺尷尬的局面。 所以他在1972年底也提及過, 如果要糾正了, 也不能做得太過反。 是, 也要防範左傾, 也要防範右傾。 所以在毛澤東這樣的理念下, 中國未來的政局, 事實上是很難, 在文革派和舊幹部的回朝勢力之間, 作一個適當的平衡。 很難的。 但是毛澤東可能想到一個人選, 就是鄧小平。 他認為鄧小平由被鬥倒的狀態, 將他由江西流放的地方, 拉回北京回朝, 然後就位以副總理的重任。 這樣的情況之下, 究竟鄧小平是否願意協助文革派的执政人物, 來輔助他們, 他們解決中國的各種困境, 當然他對鄧小平是有信心的。 但是鄧小平站在哪個立場呢? 毛澤東當然期望他站在文革派的立場, 來協助張春橋、江青等人, 來輔助他們解決中國的困局。 所以有人說鄧小平究竟是誰拘捕他回北京, 來重新擔當副總理的重任呢? 有人說是周恩來拘捕他上來的。 其實這一點也未必是完全正確的。 因為周恩來也沒有那麼大的能力, 也沒有那麼大的決定權, 來將一個被打倒的全國第二號的走資派人物, 拉上北京政壇的最重要的職位之一。 沒有可能這樣做, 得不到毛澤東的肯守, 是沒有辦法達到的。 所以毛澤東為何會答應周恩來, 願意讓鄧小平恢復副總理的職務呢? 所以這也是一個重點來的。 即是說他是要希望鄧小平站在他那邊, 而鄧小平寫過一封所謂悔過信, 即是說堅決擁護毛主席的領導, 對文革就不會翻案等等。 這種情況顯示了鄧小平捉到毛澤東的心理, 即是說我們繼續堅持著毛澤東所領導的, 或所期望的文化大革命那種局面。 不過,反過來看, 毛澤東再次用鄧小平, 其實也並非沒有風險。 因為如果你這樣看情況, 文革的時候, 鄧小平遇到那麼多批鬥的待遇, 今時今日,雖然他寫過悔過書, 也得到相當多老神的推薦, 但是將他帶回到權力核心, 他的取態是如何呢? 是否真的可以達到毛澤東預期他做的工作呢? 這也是一個賭注來的。 是啊, 所以毛澤東在第十屆的人大全國代表大會裡面, 就有一個安排。 他這個安排是很奇怪的, 鄧小平雖然恢復他副總理的職務, 現在恢復中央委員的職務, 但是在十屆人大揭幕的時候, 他並未當選為政治局委員, 當然, 在中國共產黨的體制裡面, 能夠成為中央委員, 即是換句話說, 進入了中央的權力範圍裡面, 但是, 你要成為政治局委員, 只掌握到中央的核心地位, 而能夠成為政治局常委, 換句話說, 就是最高權力的頂尖位置, 而鄧小平只不過是中央委員, 而毛澤東就由上海, 提拔了一個文革派的重要人物, 一個年輕一點的人物, 大概三十多歲, 叫黃鴻民的人, 進入中央, 甚至成為政治局委員, 這樣的情況下, 換句話說, 仍然將鄧小平放在次要的位置, 而將黃鴻民推上重要的位置, 而另一個在湖南省, 一直以擁護文革的態度, 湖南省省委的領導人, 華國鋒, 亦都被毛澤東提拔, 上去成為政治局委員, 終於華國鋒這個名字, 在我們的節目中出現了, 事實上, 他在毛澤東小小, 至到鄧小平全權掌政中間, 他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, 但如果我們長遠去看, 他似乎是一個挺過渡的角色, 但他的出身, 我們可以遲些說, 但終於在這個時候, 我們終於看到他的位置出現, 他本來在湖南省, 擔當一些地方幹部, 當然他在早期的時候, 曾經參加過解放的戰役, 在湖南省擔當商談地委書記, 當時的商談地區, 後來因此進升成為湖南省的省委, 到了文革的時候, 曾經擔任過湖南省的省委書記, 因為他支持文革的態度, 令毛澤東對他非常信任, 曾經選拔他進入中央, 擔當公安部部長, 這類的職位, 而到了第十屆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, 他當選為政治局委員, 所以華國鋒的地位, 是由這個地方上那種的, 所謂支持文革的一種地方的官員, 來晉身成為這個中央政治的領導層, 而王洪文也是一個特殊的人物, 他年紀比較輕, 但是他是工人出身, 右下的鄉是做過農民, 也當過兵, 在文革爆發的時候, 他曾經領導過火車的工人, 領導過一些上海市的工會的人物, 是做過一些抗爭, 然後因為抗爭的積劣取向的緣故, 是得到文革派的賞識, 然後得到江青張春橋等人的賞識, 尤其是張春橋當時是上海市委的重要人物, 當張春橋進入北京之後, 成為文革派的領導人的時候, 而王洪文也擔當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領導層的工作, 因此的緣故, 在這個第十屆代表大會的時候, 毛澤東將王洪文提拔上這個政治局, 也都成為這個中央領導層的其中一個分子, 而毛澤東可能就是這個人可能有用的, 為什麼呢? 因為在這個十屆代表大會的開幕典禮的時候, 大家就突然間發現, 毛澤東的身邊, 坐了一個年輕人, 一個大約四十歲左右的年輕人, 而這個年輕人, 在排名次序裡面, 居然是僅次於毛澤東和周恩來之後, 是全黨的第三位, 所以當時這個王洪文的出現, 亦都是震驚全世界, 即是等於當日, 鄧小平在這個宴會裡面露面的時候, 亦都是令到全世界一陣的吃驚, 現在王洪文在這個代表大會, 坐在毛澤東的旁邊, 亦都令到世界上吃驚, 認為中國有一個未來的政治新星出現, 十大的人事佈局, 固然是叫毛澤東廢殺私糧, 與此同時就說, 十大和之前的九大路線上, 如何去繼承呢? 當然也是另一個大的問題, 不過在這裡, 我們仔細講這些問題之前, 其實我們應該回去看看, 這個所謂中國共產黨的全個代表大會, 即是有沒有一個固定召開的時期, 以及每一次的召開, 通常會在什麼情況之下召開? 以前都似乎提過這個問題, 但是在全國代表大會以前早期的時候, 沒有一個決定時間表, 但是在適當的時間, 即是時機成熟的時候, 領導層的人就會召開, 所以在早期, 不如共產黨未執政的時候, 幾乎有幾屆每年都召開, 不如第一屆是1921年, 第二屆是1922年, 但是當時共產黨, 還是一個所謂秘密的政黨, 但是後來, 共產黨在延安的時期, 長期都沒有開過這個黨代表大會, 直至1947年的時候, 就開了一次, 然後到1950年代初的首席, 然後就有所謂八大, 到1969年的時候, 就開九大, 即是沒有一個所謂定期的, 在政局有變動的時候就會開, 為什麼1969年的時候開九大, 就是因為文革爆發之後, 很多原底, 在中央委員, 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, 都被打倒, 靠邊站了, 而整個黨已經變成一個可以俗稱非法組織, 因為所有合法選舉產生的代表, 其實都已經沒有權力, 而當時的領導層都不是一些, 經過黨的代表大會所推選的人, 來擔當這個職位, 換句話說, 很多人的位置都是非法的, 但是毛澤東於是, 在1969年的時候, 就召開一次代表大會, 重新選過一批代表, 重新推選, 但是九大呢, 有一個重點就是, 要確立林彪成為接班人, 所以在黨綱裡面的寫明, 由林彪成為這個黨的接班人, 這也是幾怪的事, 幾怪的事, 在黨綱上面寫明是繼承人, 誰知道不夠兩年, 林彪就, 失敗, 反叛, 外逃, 所謂叛國外逃, 又死了, 那麽情況之下, 第九次代表大會, 這個成果, 就變成了一個很荒謬, 這個決議很荒謬, 難以令人接受的狀態, 於是毛澤東, 真的要重新整頓, 所以之前所說, 《十大》也可以說, 是一個撥亂反正的, 在人事上撥亂反正, 但是呢, 在路線上, 仍然要堅持, 文化大革命的狀態, 那種政策, 即是說, 文革是不可以停頓的, 但是呢, 這就多一點, 和我們之前所說, 因為九大確立了這條路線, 而毛澤東, 在當時發揮這麽大的影響力的時候, 如果在未來的日子, 馬上將會否定的話, 我想是, 不是毛澤東想見到的現象, 你也不想, 也不會這樣想法, 他認為我的路線一定正確, 我要繼續下去, 但是人事上, 你又不得不要重新安排, 因為林彪還是接班人, 那你沒有理由, 在一個黨綱, 因為林彪仍然是接班人, 在黨綱下面, 是不斷地持續下去的, 這個黨綱根本不可能再生效, 這樣的情況, 唯有就要開一次黨代表大會, 重新安排人事, 而有很多回朝的舊臣, 那些所謂的舊幹部, 也都要給他地位, 因為要重新掌權, 這樣的情況之下, 你不可能因為, 他已經被打倒了, 在這個黨裏面, 是沒有任何的名義的, 而被他執政, 這樣的情況之下, 所以一定要重新召開, 所以這種黨代表大會, 很多時候就是, 由於政治局面的需要, 然後重新要安排人事佈局, 政策的路線等等, 當然, 到了改革開放之後, 就有規定了, 五年一屆, 五年一屆要改選, 然後整個中央委員會, 政治局, 政治局常委, 都五年一次都會改選, 這就是近二十年來的一種變化, 二十年以來, 都已經比較納入政委, 可以說是制度化了, 制度化了, 在當時文革時, 是沒有這種制度的, 當大家還是要政治運動, 作為整個政治的主調的時候, 情況之下, 制度化的東西, 即使有的, 都不可以真的發揮它的效用, 現在就是在毛澤東個人的權威這麼大的時候, 他喜歡怎樣就怎樣, 所以這個, 第十次代表大會裡面, 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, 在那個所謂中央重要文件的草意方面, 都是由文革派寫的, 由張春橋, 由姚文元, 執筆讚寫的, 而讀這個政治報告的時候, 由周恩來去讀, 當時周恩來已經染了這個癌症, 他自己已經知道自己, 性命已經接近末路了, 最後幾年了, 所以, 他仍然要, 負責要讀這個政治報告, 但是政治報告不是他寫的, 是由張春橋和姚文元等人寫的, 所以這種尷尬的局面, 你可以看到當時的情況, 你不好聽就叫做尷尬, 如果你不好聽, 背後就有相當大的妥協, 而亦都有一種顯示, 就是彼此之間的力量, 嘗試達到一個均衡, 但是不是達到這個目的呢? 我們可以留待下一次, 詳細和大家繼續討論, 影響中共近代發展這麼重要的一件事, 就是十大, 大家下次見!